去年年底的立委选举 岭南村以全国最低的投票率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版面 在数字的背后 除了代表村民对民意代表的不满 更凸显环境影响评估的结构性问题 也因为环平制度的缺失 各种抗议行动在全台各地 风起营涌地展开 早上十点多 行政院门口再度传出抗议的声音 不要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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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些人最可能 没有人帮忙我们 所有的委员都不停返 我所有的 和我们的村庄都不插远 把我们做多久前 我们就抗议到这样 都一直把我们做抗议 这样把我们暗内都叫大派的人去狗狗 那有毛巾了 大派到底是什么 都在那天月头上 让我们这些人 大派的人都想抗议 都不能收抗议 所以今天去自我娘南来 跟我们这边 救这些祖母帮忙 救我娘南串的人 跟我们庄山兄 没有人喜欢我家隔壁是垃圾厂 因此废弃物处理设施的设置 总是引发抗争 重要的是 在兴建的过程中 居民根本不相信业者 能够做好污染防治的工作 为了保护乡土 岭南村民一再地走上街头 看来 分手头 分手 分手 四月份街坊也埋场 几百公尺就是乌山头水库 如果埋了毒物的话 整个水源都汙染了 整个大台南的水源 灌溉用水 民生用水都出问题 那这样子的案子 难道不应该再进行 二接或者是更严格的 环境影响评估吗 不应该再进行 不应该再进行 百百万的人 一世之后 一世之后 一世之后再进行 百万 海市人太多 跟主持共同 李欢影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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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廠的環瓶也在同年通過 其中永陽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廠 就位在這條溪流的源頭 已經接近完工的永陽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廠 面積9公頃 所掩埋的廢棄物包括粉化爐的底渣 爐灰 污泥等 隔壁山頭是面積18公頃的南聖龍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廠 而在山的另外一邊就是烏山頭水庫的集水區 當地民眾提出新的市政 認為環瓶資料造假而且不完整 這兩個掩埋廠 極可能會日染烏山頭水庫的水源 威脅百萬居民飲用水的安全 這一張是73年的航照圖 這一張80年 這一張90年 從這三張航照圖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這邊永陽的場子上面都有一個湖 可是到90年的時候這個湖不見了 那是因為他們動工填土把這個湖弄不見了 他們舉證的在環瓶書裡面舉的 他們是用73年的圖 結果他環瓶書寫80年 我們可以發現永陽為了隱瞞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湖泊失地的事實 所以他把那個磨糊掉 所以明顯它環瓶書裡面 在那個湖泊失地上它也過火這個事 所以明顯它是隱瞞事實 湖泊的存在代表這裡有地下水湧出 即使在枯水期也是中年遊水 在居民的生活中 他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裡的水庫水高來打水給你吃 有的山水啊 山水要給你打水給你吃 用那個三個湯而已 以前的都三個湯而已 以前我們吃山水 你怎麼來的都來這裡打水給你吃 我們以前都來這裡 70歲了 你以前在這裡水質好嗎 水質好啊 這裡都不減 山水都不減 山水才好吃 我們的廚房都打給你洗牌手而已 這個打給你洗 湖泊被填掉之後 地下水從掩埋場下方的水管流出 旁邊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湖泊 這證明了這裡確實有地下水流動 居民進一步提出證據 認為掩埋場可能會污染地下水 我們這邊這個就有羊的場景 我們可以從這裡面明顯地看到 湖泊場子裡面它都是屬於高潛感區的地質群 所以湖泊它寫說它們是中低度潛感區 是明顯地不實 當地震的時候可能會造成山崩或是土壤異化 那地下水可能就會流往烏山頭水部 同時它這個防水部一定會拉破 所以那個地下水污染的地下水就會流往烏山頭水庫 當然也污染我們這邊所有的地下水 居民進一步提出最重要的證據 來證明掩埋場可能會污染烏山頭水庫 那就是烏山頭象斜 這一張是公園院能知手提供的那個 我們把一部分一部分拼湊起來的圖 那由這一張圖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這裡有一條烏山頭象斜 而永陽的長池就在這邊 它跟那個烏山頭象斜 就會順著烏山頭象斜流往烏山頭水庫 污染大台南地區的引用水 地質的結構與地下水有著緊密的關聯 從地表的地形與地質可以觀察到 烏山頭象斜的確實證據 由公園院有地質圖 我們發現就是說在六甲隧道這邊 有一條烏山頭象斜通過 那我們來到六甲隧道的東側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地質地層 它是由東往西 就是往這個隧道裡面這邊斜 所以說這邊的這個資料 可以讓我們得到說 這條烏山頭象斜的確是存在的 那我們再到這個六甲隧道的另外一側 我們可以再去發現就是說 另外那邊的這個地質 也是由西往東來斜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六甲隧道的西側 那我們由西側這邊的地質的沿塵 的走向也可以看到很明顯 就是說整個地質是由西高東低 這樣子斜向這個六甲隧道 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六甲隧道 下面就是烏山頭象斜 而在掩埋場周圍的山壁上 因為開發而裸露的地質結構 也可以清楚看到地質的走向 這裡是沿洋垃圾場 然後一期野埋區二期野埋區 到自洪池污水處理場 那這邊的地質就是由西高東低 所以整個地下水的走向 就是會往下這邊流過來 那到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裡一年365天都有地下水 由這個管子流出來 所以未來呢整個垃圾場如果埋垃圾 那不透水鋪破了以後 這個垃圾的污水就會污染到這個地下水 然後就會整個流到這個烏山頭象斜 然後污染到烏山頭水鋪的集水區 從水利署內政部再到監察院 很難村民到處陳情抗議 對掩埋場設置的種種泥雲 從水利署內政部再到監察院 民眾只能寄託司法與監察體系主持公道 這一天 嶺南村民再一次來到監察院 將最新的市政成交給監察委員 而對於民眾所提的最新市政 台南縣環保局已經召開環評大會討論過 他們把他們的一些的這些的看法上提出來之後 我們也排進去我們近期的一個環評大會裡面做討論 把他們所提的那些意見 再提各位環評大會討論 當初也有人選過這個案子的環評大會討論 我們也很重視他們的意見 那是大家一個結論是這樣 事實上當初他們所看的跟現在他們所提的意見 他們也都有考慮過 也有考量過 所以說他們還是認為應該尊重他們當初所做的一個決定 而且依法就沒有再重提環評的一個依據 現行的環評制度本來就沒有重新環評的機制 但是當新的證據被提出來 掩埋廠可能會污染烏山頭水庫 這攸關台南縣 台南市與嘉義縣居民的身體健康 絕對不能等閒視之 而環評制度是否能夠釐清這樣的疑慮 環評法第18條 就是說這個開發行為正在進行嘛 所以環保局應該要求開發單位 針對這個烏山頭象雪的存在 可能這個垃圾野蠻會污染到水庫的安全 提出要求開發單位應該進行環境影響調查的報告書 那如果開發單位沒有提出的話 環保局甚至台南縣政府可以要求這個 這個勇揚立即停止施工 撤銷這個開發行為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感謝說 這就會提醒我們這件事情 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在我們權責範圍內 所以如果說他們想要這樣執行的話 可能在我們地方政府可能會有治安來行 環保局長表示已經要求開發單位 針對民眾所提的市政加以回復 對業者後續的設廠申請也會以最嚴格的方式來把關 而台南縣環評委員會 目前並沒有針對這個新市政來討論 環評委員是不可能這個機制來做這個決定嘛 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剛才講的請他們重視專業嘛 那現在已經在專業在處理這件事情了嘛 另外的專業你懂意思嗎 不是不要落在環評華裡面嘛 是不是 所以現在處理這個事情 是由我們行政部門來做這樣子的處理嗎 本來是檢調部門要處理啦 後來檢調部門又發文給我們說 還是要我們行政部門去跟 要求業者去跟自救會去做協調 環評法其實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權限 來肩負其保護環境的重責大任 但是回顧過去許多爭議性很高的案子 地方政府確實有失職之處 像是即將運轉的雲林縣焚化爐 在環評過程中就有環評委員 與民眾提出進水場的問題 卻一直到監察院提出糾正案 環保局才要求業者提出污染的模擬試驗 新竹縣即將要設立的焚化爐 與新竹市焚化爐相距不到三公里 污染加成的影響並沒有納入當時的環評 民眾提出這樣的疑慮 新竹縣政府也不予理會 環評的制度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卻充滿了人質的事實 而誰又能監督政府呢 目前我們由環評法 包括主管機關目前是台南縣政府 環保局是執行的機構 如果在環保團體或者是東山環境保護制 就會提出這樣的證據 那開發單位沒有提出正確的因應 或者是提出對策的時候 這個當地的這個東山鄉的居民 甚至環保團體都有權利依據這個環評法 向這個台南縣政府環保局提出這個行政訴訟 要求這個政府單位要負起責任 至於永陽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可能污染烏山頭水庫的疑慮 台南縣政府依環評法其實有很大的主導權 可以要求開發單位提出調查分析 以及因應對策 只不過看到其他的案例 居民既不相信業者也不相信政府 如果居民認可的公正專業第三者 能夠參與環評 才可能解決紛爭、釐清問題 環評的立法精神也才能夠落實 唱歌追完 唱歌 pushes完 唱歌追完 唱歌登山 iy are in aún 人 suk earth 想叫東山 搶救水之援 要求你 證明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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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不得 你 人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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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